你們班等部 要了一份同學的背景 就要描入文章的文章 只要一份文章 就是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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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方面很多都已經在業界 都是很神奇的 有些是在編審腳本 有些是台裏做編審的 審審都在看劇本 有些同學是比較技術性的 工作非常重畫的 也有同學理論上 應該是 監管創意的 就是 在各個單位 在戲劃 所以 各位的狀態 是非常地奇異 使得我們今天這三小時 會有點難進行 然後看一下前後的測成 好像並沒有關於這個 主題的準備 直接都來進到這個 這個主題 好像也沒有後面的寫進課程 所以今天的三小時 會有點奇異 但是我盡量使得這三小時 剛好有一點什麼東西 都可以辦出一下這樣 那我本來有幾個 一個基礎的 一個概念的 一個教案 但是呢 我想按照這次說呢 可能各位會 不勝受用 因為有些人已經 變得太熟了 有些同學呢 可能 因此去聽過 所以在那些不奇異的狀態 比較因這個教案 其實就是非常地理想 但是最後 我還會用這個教案 把我其實想要講的東西 summarize 一下 但是我們會從那個教案 來開始 我想換一個那個 那個教的方法 那今天我想要先了解一下 各位在目前的工作狀態裡頭 你為什麼要來上這個班 你希望今天這三小時 這個問題裡頭 你希望能夠得到的一些解答 可能是什麼 這樣子 那試著提問一下 那我收集一下各位的想法 就是各位的問題 或許有些可以有一些 尋找答案的一些提勁 可以永遠各位 那會不會沒有 再知道 你可以過去講一下 你的疑問 或者是什麼 那今天這樣子 然後呢 我們再來 考試這樣子 考完試之後呢 我們再開始講 大家一定要考一個很特徵 就是我追蹤學生最好的方法 這樣 一來就問問玉瑞這樣 然後薪亞等等等等 你說考試接種圈來 對 的確而且我兩次不想給各位考試 考試的目的是 讓大家 大致上 整理一下 你可能工作很多年 你非常多是 本科系畢業的學生 你看起來更 一陣子位的 到底我們知道的有多少 不知道有多少 其實好像我們最近用本理過 小小的考試 還有 遊戲 再講測驗 然後 你大致知道 整理一下 到底知道多少 我好像知道很多 因為我一幹 十幾年的企劃生 我幹了二十年的精神 我好像應該都知道 但是是 都知道 應該沒有 透過一個 所以等一下一個 遊戲 拿正正 一點點 有趣的方式 大家再整理一下 我當時知道 你們好像也沒有 不知道的 有些問題 可以在第三段落 來這個方向 所以 現在我們先 一塊的 時間分解 一塊 一塊的 來聽一次一個段落 各位 想 知道 什麼 你的工作上 出了什麼 問題 我知道 有很多 問題 好 那有些朋友 請問 我的問題都不知道 到底我問 不過沒有關係 我們聽聽看 其他的這些問題 慢慢的你會 累積一些 可能今天這門課 還是非常 幫你們 有一個很基本的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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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題了 因為 弄了半天 台灣的 民視產業 最終最終的問題 在什麼 方面 就是在一起 還是回到 很簡單的 一些 不會 那 當然 各位選人會 在三個鐘頭之內 每天都可以寫 如果說這樣的話 我早就開始了 一支版 這樣 去年 我們做了一個 翻譜了一個 研究計畫 這樣子 沒辦法 可以破的說 研究計畫 這個 原則要聽到 想像與虛擬 怎麼樣去想像 怎麼樣去寫東西 那 就是 原來叫做 創 這是 創意 寫作 但是創意 寫作 本子兩個字 缺乏想像力 要很改善 我們都把 幻想像的書寫 在這個 企劃裡頭 我們訪問二十幾位 非常著名的 作家 劇作家 還有一個 實際的教學的 有教學經驗的 一些創作者 一方像是 王小弟導演 又不行 又被導 伊智妍導演 也是寫得很好 然後這個導演很好的 然後像朱鑫欽 這些做家等等 二十幾位 都是非常 怕台灣很好的創意 寫作者 共同一次答案是 最後一個問題是 你覺得創意 能夠交上 怎麼交 就放大桌 共同一次答案是 創意沒法交上 所以我不曉得今天 我的這三兩次都幹什麼 我也是覺得 非常非常困難 好像 十五年來 我教了 其實我這十五年 教劇本 後來第二六年 我拒絕再教 我就覺得 這門課太難教 這樣 因為教很複雜的 攝影光學的東西 也不會教寫作課 因為寫作課 真的太想教 這樣 那 雖然出了幾個 也有拿過什麼 各樣劇本的學生 但是我從來沒有覺得 他是個教出來的 會還會 通常是我的學生們 為了教的半天 才不會 今天又來這個上課 這樣 所以我不知道 但是我盡量的 盡量的在三小 給大家一點點可能性 就是說 那你的問題在哪個地方 然後我們可能有哪些方式 可以幫助你去解決那些問題 因為在職場上面 其實最大的障礙 最大的困難 就是在說 電子障礙怎麼實行 電力行銷的問題是什麼 或者是 電力出位化到底是沒有什麼問題 這個很快 只要它有力 可圖 立刻有解決 但是就是那個好故事怎麼出來 什麼是好故事 我怎麼判斷好故事 但是它有潛力 都怎麼把改進好故事 那個能力 不要說台灣 其實全世界都想要去打 對 跟那個東西有沒有答案 我們先試著來 尋找 但是就不知道 各位的心情 來各位有什麼問題 我先收集一下 各位的問題 才知道我們今天 把焦點放在哪裡 否則這是一個學年的課 那是三十六個禮拜 每個禮拜上三個小時 一百小時的課 現在在三小時 交四五十個課 那各位的課本 我也沒有看到情況還有其他的 所以我三小時 教在一百小時 我沒有辦法這樣教 但是呢 我們只好收集答案 還好各位都是 都是專業人士 不大像學校大學生 這樣一片白紙這樣 出去還是一片白紙 另外有沒有什麼問題 你們面對氣編的時候 或者是你們面對這個 編審工作的時候 或者你們 你跟我們的同學很想寫故事 這樣 我常常跟我的學生講 不要每個人都犯想他道理 這樣 那最好最好 在影視圈裡頭 如果是想看影視圈工作 他最好在影視圈工作 就是當編劇 台灣很難說 台灣編劇坦白說 都 比較 比較 懂命一點 但是 我是這樣請你幾個老編劇 就是以前 呃 你們可能不打手 詩紙根啊 什麼之類的 畫師 有沒有畫師來的 那 那 台灣編劇都不是那麼的長密 因為今天 也關在國園飯店寫巨燈啊 然後 呃 抽很多的頁這樣 但是 編劇可能是 這個圈子 最 穩定 變動性最少的一個職位 是不是這樣 那 變動性都很大 像剪接了 攝影最慘的 這樣子 導演最貴的 反正大家都 導兩部行程就改好 那 那 但必須是考慮 考公眾 而重點是你不需要 變得出來 並不出來他就是一個 民產學運動 來 各位有什麼疑問 先提 再次會問一下 都沒有嗎 沒有我們就考試了 真的沒有嚇到 可以輕鬆 對 可以這樣說 因為有時候在寫的時候 在四個寫就寫 那 對 希望 比較多一點張力 或是多一點講師 他就弄得很多 他也收不了委 他到一邊 變大肚子 你就收不了委 那這一個 說不得 是 就不曉得怎麼樣去 再 抓一個格局 抓一個格局 就是說 假如我要寫三十分鐘的戲 我應該有多少 固視線 我應該有多少情節 甚至很技術性的 我应该写多少页稿子 所以它是三十分钟的戏 有时候不达清楚 有这种东西有个问题 非常有这个问题 我以前写小说的时候 一大堆想了一大堆 然后看你写写 然后你发现 我这里已经写八千字了 该收尾了 然后故事还没开始 科学会抓 结构抓不住 好 我们找一个小小的考试例子 给它考一下 大概就会 试试看 我们得试了解答你这个问题 就是说结构是什么 然后我格局是什么 然后我怎么控制我的时间 因为大家都是面对的文章 稿子 稿子上你面对的数据 就是字数 对不对 不好字 不好字 你知道我写多少字 但是这个团团还是怎样 时间 很多人都知道 很多人都知道 我当时写了几分钟的戏 我不知道 我当时下广告了 我不知道 我的剧本已经超长了 我想想起来真的 光是面对白 广告没那么多的完 都不知道 其实很容易 回家 给大家揭晓这个简单的字数 那这样子你就可以能道理说 我写一个中头的故事 我写了两个中头的电影 我应该写多少字 我应该写多少场 我应该有多少对待 我应该有多少故事线 我应该有多大的结构 把我们接下来解释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还有问题 你怎么知道是什么好点 好 这是一个大问题 这是一个大难的问题 没有什么好坏的 没对错 如果你有点识的时候 你怎么知道 他不会发展 还是一个好故事线 对对对 唉 坦白说我知道 可是我的听众们都不太同意 这样子 有个学生呢 一开十月的时候呢 非常兴高采力 写了一个大剧本给我 这样子 然后充满着这个情 拿医的学生 那些刚进来 然后上我的课 然后很高兴 这样子 这样子 我实验了 这样子 真真啊 这样子 其他学生就像我写 然后写来之后 愣住了这样 然后就比方说 还要教你三大棚人 所以我说 这就是很招的故事 这样子 人物很老套 你人物四个人物 一小就知道你要干嘛的 这样子 我就可以猜出来 就是怎么回事 就人物结构 捕不出来 你就知道 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比方说 来我们明大四个人物 男主人 女主人 男车夫 她就是男主人 人物 一出来 intimate 大夫 等等 太太教筒 武生 或者是王儿 你懂得出来 男主人跟你佣人 有染 然后你佣人 跟男徒人 有染 等等 等等 然后你佣人 跟男车夫 又是一对 地下情人 所以 喜剧左这一方面 人物有时候一出来 表哥表妹跟男主角女主角 你就知道哪个是哪个情味 有钱的爸爸跟没钱的妈妈 然后残障的玉璃跟四里眼的盗女娘 结果一出来就知道 大致上要发生什么 这个有时候会造成 我们对那个故事的可猜性太重 人物本身 它的背景本身是一个 决定的故事的走向太典型 如果说这个情节再一看一下 我看学报老师 你就知道会发生什么情节 弄得太别人 这个会有这个问题 那但是通常写的人不那么觉得 他都觉得他挺好的 就我觉得创作最难的 在眼光 那大致上的时候就是 手臂的眼高手臂 眼高手臂不是个坏事情 眼高手高单单是一个最棒的创作状态 怕的是那种眼睛 然后手不高的那种状态 他写的挺差 然后你刚才讲的意思不好 他都不像他会知道 那这个是最难的 这个真的是最难的 那我常常 我只有给我追随 我这样讲 那时候也很难解决 所以就说 你刚才说 你读了很多年轻小学 你读了很多年轻小学 然后你读的就是 是一个好的爱情的描写 什么是一个好的文学 那唯一的描写 就可以怎样的避免 看的这个都要好 浅直白 这样的浅直白 什么叫浅直白呢 就是说 任何创作都避免浅直白 这种就是浅直白的描写 所以文学就发展很多 很多迂违的迷域 这个转域 然后用其他的方式来描写 用这个白描的方式 这个突然加进你的手法 用极简的手法 用低调的手法 让你看得到 是非常充满想象力的 这些东西 那么 如果说你读的 都是一些很浅直白的小说 那我们举另外一个例子 好想讲 就一个读张爱玲 又读穷瑶 那你读多了穷 张爱玲就知道 什么是好东西 你去写的时候 你或许也告诉你 你写不到张爱玲 那个程度 但是你至少 当你写出穷瑶 那个程度的时候 你会这样说 这样子我再拿不出去 这样子 我再拿不出去 这样子 那因为我至少 有张爱玲的水 这个眼光 那当然如果说 你有张爱玲的水 那你会好想说 然后我写 你也像所谓的写到那么好的时候 那就是有好的 回血 那所以你要问我说 什么是好与坏 我没有办法回答 我只能执着 要提高自己的光 那需要这样子 就读好多少钱 尽量读好的东西 那 嗯 我们其实一辈子 读不了多少数 一个礼拜 读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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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分 我给我的学生 交代了200多本的小说 让他们在四年读完 好像可没有读到十分钟 对 你还是有三年可以读完 那總之 讀好一點的東西 然後會讓你功力加持 有的角度你讀完一本功力加持 只有讀到點光高了 你才有可能會寫到好的東西 這是唯一可以回答的 那等一下我們就看一個好東西 然後來跟大家分享 最喜歡大家是懂得好 或許可以懂得多 那為什麼是好關係呢 等一下我們就這樣問到歷史 我先讓他請教一下 一般臺灣的劇本會去做比較偏大 外偏偏會比較大 那你在寫作作什麼 像香港的話有偏偏偏偏 那我們在寫作的時候 一邊在腦中分清一邊比較大結婚 不會讓觀眾覺得很嫩 其實這裡有兩個概念 臺灣沒有分得很清楚 一個叫做節奏 一個叫做旋律 這樣子 節奏跟旋律是個什麼東西呢 就是節奏是 這個故事進行的速度 那這個跟時間有關這樣子 比方說一分鐘一小時兩拍的音樂 就是一個慢節奏 一小時四拍就快一點這樣子 那我用行版或用快版的速度 就比較其他方式會使節奏的感應 那節奏快並不等於故事好看 那香港有很多電影沒那麼好看 但節奏很快 他以為他快一點就會好看 但節奏大概還是不大好看 比方像《經濟》第二集 也沒有什麼 《經濟》第二集 那就是《經濟》第一集 當然覺得蠻好看 第一集就覺得不一樣 什麼啦這樣子 問題就是《經濟》第二集 節奏還是很快 但是與旋律很慢 什麼叫旋律呢 旋律指的是故事的高低起步 高低起步 變化性很大 所以如果你們畫五星圖的話 會把這個高低音高低音畫成 有的音樂是很平的 比方像巴哈的 有的音樂是很平的 你自己也這樣 有些音樂是很高的 高低音的音樂畫質很大 所以它的氣氛很強 那戲劇是很強的 有些通常使故事 我看了很多人的故事 有些故事是張莉 但有些人的 張莉是很強的 有些故事是張莉 很弱 但是它節奏很壞 其實還是不好看 那有些故事是 張莉其實很主 但整個旋律很慢 他幾乎沒有什麼事情發生 但張莉很猛 結果還是炸得住 每個人都來看 所以 你剛剛所提的問題 事實上故事 其實只是節奏的問題 有壞節奏的事情 好看嗎 其實不一定 比方像 我舉個例子 在哪兒去看這個電影 因為大家都說很好看電影 我通常就要去看 這很大的 都冷光了 我現在去看了這樣 這樣一個 斷背三 節奏非常的慢 但它不是滿看的 對不對 因為我讀過那小說 我讀到這個小說 再怎麼改 不能改成節奏快的小說 這個電影這樣 節奏一定是滿的 但是好不好看 我聽起來就會做什麼 張力不夠 情感很濃 所以它會好看 有些電影就是 張力 節奏很慢 但是其實滿難看的 其實非常多的動作片 但不好看的動作片 就是這些類的 所以它其實不一定在於 節奏更多快 而在於張力更多的主 很多人覺得 佛夏天的電影很難看 因為節奏太慢 但是如果仔細看進去 它其實有些故事的節奏 因為張力非常濃 所以它再慢 它其實也不好看 比如國標 你們有看這個電影 我相信你沒看 國標的電影 不會慢那麼久 給你們看 那個最好的時光 來看過的是什麼時候 哇 已經是很高頻率的 你們已經是 台灣的電影的救星了 這個 最好有三段 看過的大人 好 就是 第三段 我想現代的那一段 其實可能很難看 可能我都坐不住這樣子 很難看 可是它節奏很快 是節奏最快的一段 壓力 節奏最快 這個幻的最快 事情串的最快 這樣 它沒有張力 故事不曉得張力在哪裡 第二段很慢 就像台上花一樣 很慢 但其實第二段很好看 因為你們故事的情感很清楚 然後戲劇的充分性很強 等一下我們就要來實際體驗一下 什麼叫做這個問題 所以報章上常常有這些評人或什麼 或是說台上的節奏很慢 所以我們看不是節奏問題 是全面 我們兩個再說一下 那各位同學 也可以 我們在最後一段小時候 會交一些小祕訣 然後就是這個小祕訣 然後讓你看劇本 不要像你編成 你是企劃師 你在公司工作中 看劇本就能夠抓到 這本的問題 不是說我看到故事 而是用很亮化 很詭異的技術方法 幫你抓住這些劇本的旋律工作 然後再說一句 經常在好萊塢 雖然專門一堂 其實還挺高的 叫做編劇醫生 劇本的醫師 像這樣 那個 他的工的 sructuring script 就是替這個劇本看著 看著劇本的 注意在哪裡 在一套方法 等一下我第三角的社导師 要幫幫忙開始交給各位 回到職場的運動 還有什麼問題 你剛剛提到劇本的三集 前置白 前置我想問 也許可以了解 但是白難道不能夠是一種風格嗎 我所說的白不是只白畫文啊 或者是白描 那都是很好的 我所說的白詞的寫得太白癡 好不好 太白畫了 就是說太簡單 缺乏網轉 缺乏那麼 是想一下的那個東西 那潛之白是誰題呢 是 就是胡青泉導演 胡青泉導演 其實這劇本其實很好這樣 那因為他是看劇長大的 雖然沒有在學校去學 什麼資本論啊 那些 不見有些沒有方法 認到的 但是他自己看劇 看那個 金劇 幾十年長大的這樣子的 那個那種 那種練習 他知道 看劇呢 就知道那些故事 就寫得沒有戲 是不是也太白了 那樣子 所以他是說 他在英文上也知道說 他這個 拍定就是 最激情之白的 那樣子 還有沒有 老師書寫的影像感 帥劇的 應該算是一個 書寫上有沒有影像的感覺 OK 好 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我想他也把它 列入我們考慮 這樣 好嗎 老師請問 適合電影 或者電視人 講的異句本 他的寫法 有沒有一定的 有沒有一定的 我也是說 哪一種寫意 一起來的 因為其實像 異句本會講的 好像根本是對話 那 你可能會 落意前世 來的 用現場 沒有絕對 沒有絕對 比方向大家看那個 《膽孔》 二十四小時 《膽孔》二十四小時 對本很少 都有很多 這一般來講 在電影裡頭 我們會做 我們比較敢這樣做 因為電影是一個 很豐靈的空間這樣 而且只有你 前一個大影像在那裡 說不怕你分神 所以它可以用 很細膩的視覺去呈現 而且它的視覺很漂亮 因為它這麼大一個 電視這麼小一個螢幕 視覺其實沒有太可宣展的東西 再美的視覺 你後的兩秒鐘在電視上走 關門都沒有任何其他東西 關門也要轉開 等到很多的網告 它再美的畫面 再分一個後太久 那所以一般來說 我們有見過很大 電視通常要注重 它視覺轉變要壞 然後視覺的焦點要清楚 就是說我換句話說 我們不能用太 台灣話說太浪的視覺 靜頭這樣 太浪的視覺都被含著 他們電視的說法叫那一浪 電視的話叫太浪這樣子 它這差別的問題 這也是回答你邊的問題 台灣的電視 源自於日本人 故事電台來整個體系 整個訓練是日本人的 所以他們講 這時候就會講很浪這樣子 就是很浪的意思 日本人畫得很浪這樣子 然後電影叫很浪 浪小 電影就給你們很大 原理氣派的東西 那很大原理氣派的東西 它焦點沒有什麼 它在電視裡 我們就很怕出現這種東西 因為觀眾沒有焦點 它一直就掉掉了 電視會多一點點的對白 因為它要用聲音 抓住你的觀眾 那電視 電影我怕 電影怕的說 怕說的太多 電影怕的沒去 這樣 所以電視會比較用 細膩的表情 或是人間的感覺 這個是有 但是你說一定是這樣嗎 有的電影就是靠 最寫的非常精彩的對白 滔滔不絕 也有這樣的電影像 《五迪愛》的電影 就是靠滔滔的對白 有的電影 但有的電影 電視裡幾乎也沒對待 完全靠著那個情節的章子承住 比方說我的上年 《五迪愛入席》 不讓你們看我的 不大多了吧 可能沒有這個年紀 看《五迪愛入席》 可能有幼稚人 有非常多的那個 被進步從末劇時代 轉過來的電視喜劇 它其實就有很少人的對白 所以不一定 就是本來可以說 另有寫給電視劇的對白 或是給你美食 那一般我們的經驗 電影比較可以容納 細膩的情感 然後優美的體向 也比較靠視覺說故事 然後可以用很淡的情節 然後比較靠感動性 感那個感 感性的東西 音樂啦 音樂啦 視覺的張力去呈現 那些故事這樣 好 那這裡有大部分 一點點回答 你剛才視覺有一個問題 但是沒有一定 反而有這種想法 後面的東西 就故意寫個 吵鬧的對白 然後變成一種 是能感受的電影 向著電影出現 某些的內容 沒有定的 有一點點 媒介上的傳聞性 還沒有 還沒有 你怎麼主題 你花季心血寫完一個劇本 音樂字片會把你要求 到現在 加戲 感戲 參戲 然後 到後來就不然又要吃他了 你怎麼去調出字母 不然又要吃他了 我不知道耶 我十八歲的時候 就被關進那個 華氏攝影棚寫劇本 這樣子 那寫劇本的時候呢 就 那時候寫劇本 就是你說的狀態 人家寫什麼 就寫什麼 寫什麼 寫到後來已經覺得 這個人不會這樣講 這個人的口氣跟那個不合 所以有時候你會提出來 最後你就靠辯論 就是靠辯論 就是靠辯論 真的不可以加戲 你就加戲 有什麼 像ABC評價 你把它加進去 所以 那到了幾年之後 我回來 我就換另外一個角色 天天就要改劇本 那每次那個劇本一路來 我就說 我一看看業數不夠 追回去 我就再加五頁 然後他不相信 我都 你加了就對了 然後 他改進了 他就懂得 完全不能理想到 因為 這個人你從來沒有看過 一頁都沒有翻 你就這樣 就翻到最後一頁 然後你就夠 我插 我一頁 我這邊很多動作 我也什麼 就夠 然後去改 然後幾乎 我們那時候 拍了三百多集 沒有 沒有 失誤過 這樣 那所以有時候 就倒數沒什麼 就是一個經驗跟這個 混的道理 這樣子 就不是沒有什麼劇本 是不能改的 但是也不是什麼劇本 就是一定要那樣改 那樣的改 那我常常跟我的學生 會這樣講 就是說 嗯 寫作 特別在我們其中 寫作 寫作 前面三星的那個 七八場課 你都在做一個東西 叫做人物練習 就叫做塑造人物 那學生要花很長很長時間 去把那個人給創造出來 這樣 他雖然寫那個人一天 不是因為他可能 這個人 你跟他把過去二十年 全部是清楚這樣 就學生為了寫一個 兩個三十分鐘的一個腳本 他可能要寫五萬字 三萬字 關於這個人的整體 描述 那做了真的好的一個人物 描述之後 他就到達一個境界 那我就可以講說 如果說你寫作 寫到那個境界 你就成功了 然後你就知道說 欸我這個故事 可能可以寫下去 什麼境界呢 就是你在寫寫寫寫 寫到一半的時候 你大聲 這筆自己在做 不是你這樣 還在寫 這個自己就往下寫 然後你接著 他講那一句話的時候 你沒分別想到 他講什麼話 然後那個筆 就自己把下一句話寫出來 然後你開始覺得 有鬼 這樣 鬼上身的那種感覺 比如說你寫作 寫到鬼上身的時候 你發現你自己的人物 自己決定 你自己要講什麼 然後下一個反應 他在做什麼事情 把你原來故事情節拉跑了 我原來不是要寫這個情節 但他自己寫出那個情節 寫的那個狀態的時候 表示 你就對了 因為你的人物活過來 他整個是完整的 他覺得他照他的整個邏輯 他會講那句話 他會做這個決定 那你就不能這樣強調這個決定 因為你把他創造出來之後 他自己應該照他的邏輯去做 如果說你應有 他的邏輯就對了 因為你跟前面所設定的 他的性格 他的背景 他的家庭 他的成長 他的不合 所以你就 他不會 你硬要寫那句話 我覺得不對 所以當有製作人跟你講 他為什麼不這樣講 他為什麼不這樣講 他為什麼不決定 愛他要愛他 所以我說 不行 他應該要這樣愛他 為什麼 為什麼 所以要不要改變劇本 就看你夠不夠強 很簡單 譬如 譬如拍畢業劇本之後 天天就我在那裡 他們就知道 天天就我在那裡吵 其實那個目的 狀態就是 他們會發現 畢業劇 畢業製作 開一整年 前一個學期幾乎都是我在講的 都我在訓他們 他們改 到下段學期 其實都會講的 原因是因為他們 慢慢把那個人 創造出來之後 我沒有說話能去遞了 因為那個人 他們已經出來了 已經可以了 所以他就 接下來就是你的作品 所以當那個東西 是你的作品 你也比較清楚 你搞得比較懂 同時你比較強的時候 其他就很難 比較能做什麼 所以其實也沒什麼 編劇一定要被 改劇本 這個問題 沒有意義 像我們以前做編劇的時候 劇本來看 OK 跟你不要改 頂多有些在幾個小技術的地方 告訴你 這個轉場轉一下 這個地方 氣氛稍微再挖一點 你的氣稍微再往下挖一點 頂多這樣而已 那有很多的 百分都是那個 你一問他 他值得打呼善 他那個招本性 他就是一定要改的 所以 只有強默之分 沒有直律之分 沒有製作人 一定要改劇的 這個問題 沒有導演 一定要改劇的 只有說 誰的故事比較強 他不擔心那個 寫的劇本老師 要再想搞搞 你怎麼開始 就是 有一個好處是 你怎麼開始把它劇本 然後怎麼樣去 其中的哪些部分是你要的 你一個人 要交代過去那麼多事情 你怎麼樣去選擇那些片段 作為劇本系的重心 連結下來 好 好問題 我沒有辦法答 因為每個故事不一樣 每個處理 沒有一個處理原則 但是我只能當然說 第一個我先抓結構 我說 我這個人的故事太精彩了 那但是我不可能在 一個處理原則 所以我一定要抓住 一個中心的格局 所以我一定只能這麼常路 所以我只能抓住一個形式 我挑一個形式來 能夠把這麼私難度 全做在整一篇說完 好 一個寫的一篇 這個東西有很好的故事 但他沒有說故事的一支條船 我們講的一條船 船 是帶來一個好故事 或是會很棒的主題 就是我們講一個大時代的人生 那樣子 但這大時代人家 一定要透過一個感應的故事 這故事一定要透過一條 故事一個情節 一個船 去把它表現出來 那這個情節呢 應該有很多的細節 去把它彰繩出來 所以一個好故事 就是一個story 這樣子 一個好的故事 要有好的情節去彰繩 這情節呢 遇到好的細節去彰繩 你要有一條骨頭 然後貼上很多的肌肉 這樣子 然後再加上 加上你很會修辭 你很會描寫 這樣子 然後加上很好的品質 其實這樣講 老師最可以這樣講下去 對 你講得很不錯 但是啊 很正經驗 還是會 我只能這樣跟你講 就是說 我的好故事 精彩來了 故事我弄得很透徹 例如說我一個阿姨 她精彩一身這樣子 然後有一個男人 為了她從來不結婚 然後很適合 然後多年就讓她這樣 很精彩的故事 我覺得很棒 很好 那 我不能可能從 她的日常生活 一聽到你這樣說不四處 這樣寫起來 我一定要找出 一個什麼方式 找幾個情節串起來 然後呢 我要聽著幾個寫很好的洗節 怎麼能認識她的 寫認識她的 要跟相認識 寫吧 一百多多 所有的愛情小說 都處理 認識 上哪 對不對 有個小說的認識的那個狀態 讓你哇 就終於忘不掉 有些小說的就是 蛤 寫了一百多多 就讀了一百多多 那 那個細節是什麼 然後還要看誰更多 寫 寫過那個細 做技巧 讓你這個東西 就很精彩 所以 皮骨肉 這個再 這個 處理 那 一樣 人家 拿一個具體的東西 來掲示 比較清楚 因為你沒有去決定的 不像 空曼中大 那 對於 一部分寫作 對於 很想寫作 你覺得是想寫不出來 什麼寫的方式 其實我覺得 最後的一個好的方法 就是說 在學校就是這樣 學校就是 你教學 你要設法把一起 大致經驗 系統化出來 就是 這方法 這方法 列三次教練的學生 那學生教練這方法之後 可能 完全不會 可能 他本身就是有很多東西 這方法 就像是突然豁然開大 但是 可以開始練習的 這樣子 但是我們的經驗 最好的練習 就是 領域了 最少我們寫書法 書法和學 書法就是 顏真卿的那種 領域了 這個 一切遍 慢慢就會寫 所以 所以我們等一下 用一個 領域的方式 來給大家 試著 看看你們 大家 清晰的感覺 這方法 你把這些方法 學過去之後 你自己再去找下部片子 再領域一遍 再一部 再領域 你領域了一百部影片 然後清清楚楚 懂得它 怎麼是個好戲 怎麼是個爛戲 這樣 然後我要寫 我怎麼寫 我要練習的時候 我怎麼樣給自己 處理 怎麼樣給你練習 你這樣 活動一百遍 你就 有點希望 那你不做的話 就沒有什麼希望 還有這問題 我們蒐集了蠻多問題的 其實 差不多真的都是寫作時候 蠻容易出現的問題 怎麼樣 知道這個好故事 這次 第一個問題 什麼是個好故事 身邊發生什麼 故事可以寫的 故事不可以寫 這個大哉問 這個最難的 第一個 第二個 故事來了 我怎麼樣去 開始 單選選舉 像草菜一樣 用哪一部分切 怎麼切 然後被你們的草層去弄弄 這樣 把那個皮骨肉 整個處理 然後 然後 在祝書期裡面解釋 我怎麼樣去知道 我已經寫了二十分鐘三分鐘 我怎麼樣知道 要調整它的節奏 可以控制它的痊癒 再來一個問題 我怎麼知道 它適不適合電視這個媒體 或者是電影這個媒體 或者我只是拍一分鐘的廣告 我要講一個很好的故事 一分鐘你們做得完 那你廣告那種形式 我該怎麼去寫它 那如果它不是廣告 我寫的 因此寫一個MV寫腳本 三分鐘的MV寫腳本 那我應該寫成什麼樣子 它寫白的 所以也是一個問題 然後再來呢 它會說我怎麼樣幫它視覺的話 它不是一時小說 它看得很精彩 沒有導演 覺得可以拍 那我們籠統的把問題都問出來了 好 還有什麼問題 哪一問 再來 沒有 老師 你的文字寫久了之後 很容易就是 變得好像想好經歷到你的功夫 可是實際上 就在實際上 有一個問題 有一個問題 欸 你當這個時候 我 西道 我 不一定 它 不一定 它 不一定是個壞事 這樣子 有的導演呢 忠祉一生只處理一個題材 每片都非常精彩 比方像 我想大家編劇版一定要看的 《小金二郎》的電影 《小金二郎》的電影 一定要去看一下 所有學編劇人 我們要去學一下 都要看 五部以上的《小金二郎》 所以我剛才可以講的那個 你要聯合三次故事 要五部必須是 小金的 要這樣 《秋刀魚之戀》 《中金物魚》 《早安》 也就是 主要我們 演一遍 三宗部序都是一樣的 幾乎有時候看 這個電影 有一點很像 或是這個電影 基本上下個電影的改編 要把這些幾個電影湊起來 他們好像做了很多事了 這幅電子的鄰居 就是下一個主要故事主角 認識上編 他處理了一個永遠的電影 沒有 每部電影都很好 都很感人 所以 一個導演 如果能夠中其一生 這個鏡頭 自己的風格 當然你看就知道是它 我覺得那一部大張不漂亮 非常不漂亮 那比方像去考課 學派沒有心情不好看 他扮來負去就是那樣 左邊臨子扮來負去就是那樣 但每一部都是經典的 都會好看 所以不用擔心的 反而是有時候 其實我還蠻擔心的 只是寫的問題 反正我沒有人認出來 一看就知道這是我的作品 你方向 不然是家人導演是誰 你知道嗎 誰都看不然是家人吧 沒有 但是誰都不知道他的導演是誰 是不是 因為沒有 李安其實有一點的東西 李安 因為其實李安的電影 不然看得出來 王家衛的電影 不用看 你知道看來換到王家衛 一定是王家衛的電影 李安其實有一點 看誰是李安的 他自己建立的語言在哪裡 他的簽名 是看不出來的 簽名 沒有 好像也是這個 寫的也是那個 寫的 看不出來 那 當然李安 他要的過普常文 是稍微 在西方裡頭的一些 東方簽名 但是不是李安簽名 還不是那麼明顯 那侯小前電影 一看 侯小前電影 拍了 但是他就是那個命題 孤獨的命題 然後 一看兩個鏡頭的 那當然千變萬畫導演 也是好的 他一直在嘗試 覆意到 其實我們覺得 王家衛好像都拍一樣的電影 看不一樣 王家衛的電影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 方式的時期 所以 那也是一個環環 所以說 他還在換一個 很精彩 很精彩 所以我並沒有特別 自己覺得自私自的感性 就是說 我是不是 半來不去就是這種很久 或者是說 我是不是沒有變化 或者什麼 什麼樣的東西 重點還是 那一切就很精彩 好作品 那春上春樹 不是也是半來不去 不是在裏來變嗎 就是半來不去 但是 三不五十 有些失敗也不好 或者有些失敗也不好 我就覺得這些 還不可以創作 不需要太大 擔心 但是 那你怎麼做 又要去的 還要讓台灣出現 有沒有好好的 事情 嗯 呃 呃 呃 大概問 一下 那 是 賣不好 還是寫不好 還是 你們 包括其他課才有問題 那這個問題 可能在這一台會有點 較遠 當然其實它也有一個很重要 就是說 這個堂課應該 Cover到的就是 怎麼樣選一個好劇本 因為 寫得很好的腳本 它不一定要保證 它是很好的片子 好一點 那 呃 因為它可能故事很好 但是它寫的並不是很好 它必須要改進 那有的是說 它寫得很好 但是拍不到 你知道 像是書告兵的東西 有它寫得很好 但是你知道 開始一定是七則八課 因為 財力而定 技術的問題 整個都蕩然無存 像最近最好的一個例子 都叫做 嗯 風流 什麼 什麼 小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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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正是俏姑娘 小俏 你們看我的電影 我是不是忍心說他這樣 看我的電影 我想開始 我不要跟他抱怨 因為看完事件 最該發現是碰到倒影 吧 哈哈 所以看完事件 真的沒有很意愛 你不要 但是那個 那個 當時是 拓選的時候 是我選的 我才覺得 這真好故事這樣 可是我們想他這麼敢拍 呵呵呵呵 因為實在是沒有一個條件 就好像很多學生 在畢業製作 老實要拍戲劇片 我記得拿一個一看 好故事 但是我千萬不要拍 因為他沒有一個條件 沒有很好的演員 沒有足夠好的 場景的搭設 燈光 攝影等等 所以你就半個家家酒 本來是很好的故事 然後你再那麼四個相 七點八錯 就很難拍 公主暫時 敲骨兩三 那一邊去拍照 那一邊去 故事真的不錯 故事裡面要講的東西 你想像非常好 去想的時候 不用錢 你看想像的畫面 就非常棒 拍出來畫面 七點八錯 都有好的故事 會 會有種種問題 像朱天文的劇本 朱天文也是很好的小說家 然後他文字非常棒 光影影像 他感覺很好 但他沒有視覺 他是碰到了侯孝賢 是一個非常知道視覺的 侯孝賢要的感覺 侯孝賢自己生不出感覺 所以你告訴他感覺對了 他就知道你把那個感覺派出來 所以他兩個大感覺 他一分開跟誰合作 都不一樣 那 所以 當然朱天文覺得 在過程中他比較訓練 所以他從電影學了很多很多的技術 回去改造他的小說 所以他在那個東西去會成長的 但是不保證 比方像是朱天文的劇本 非常早寫的劇本 很大概念的文字 阳光斜斜地撒在塔塔里上的样子 一直就荒了一调 大家除了多年晓得 是不是很除天文的文字 感觉很清楚 有时候你夏天 你在可能是八九岁的夏天 然后那个夏天下午要干嘛 很漫长 然后你也不知道 但是你也年轻 然后就在那旧 老旧的房间塔塔里上 然后阳光一直撒进来 塔塔里上就有一种味道 然后就感觉 我说这个怎么这么单调 然后可是我这么年轻 我要想做什么 但是我没有什么做 那个夏天 可能很多人都有 那一种某一个夏天 年轻的时候那种感觉 对他闻着气 我也知道 那个脚本在成分后的手上 那怎么拍啊 我可以拍塔塔里 我可以把他打光进来 但这次拍了 没有人看到 这叫做荒芦的青春 因为有人感觉 这种荒芦的青春 这种蚊子转不过来 懂我意思吗 很好的小说 感觉是好对的 对的 感觉是好对的 如果大家还不清楚 你看一下青春这边 曲安华 香港最好的导演 都把青春这边拍成这么伟 然后最好的导演 拍那个 另外一个曲安华的电影 拍这个 陈冲跟那个 演演的表情 《红玫瑰与白玫瑰》 《红玫瑰与白玫瑰》 导演够好了吧 对 《烟汁扣》的导演 转镜头 已经非常能够刷情感 所以拍摄这样子也是 他就很小的唱歌 张曼小说非常难看 谁要去动唱的小说 这其实就是没有 制片眼光的一个导演 有感觉的导演 没有视觉经验 没有制片经验的导演 他才会学张爱玫瑰 因为张爱玫瑰小说好在文字 那种文字感是不是视觉配出来的 张爱玫瑰有一个小说 太棒了电影 那张爱玫瑰自己编的剧本 《红玫瑰南北河》 经典中的经典 你们应该去看一下 他完全没有他小说那些东西 完全能知道自己的剧本 他直接剧本就已经放得不透了 对不感 直接剧本就可以拍成电影 然后节奏感 非常棒 对感非常幽默 然后一点的不要 还是自己想起来 张爱玫瑰是奇彩的 其实他自己是小说一样 好到文字好到若琪 但他自己转叛之后 第一听到的时候 他完全不会考虑他为自己的长处 完全就用电影的课测 他自己写剧本 所以其实就是非常专业 非常棒的剧本 《红玫瑰》跟小说 其实是非常可以改的 因为小说整个是按照电影的 我实在是这个 意义带入每一唱的视觉用 而且他的节奏改静就在那里 也有一个改革 赤地之列的 因为他说他赤地之列的 应该有一个这样 应该有一个很好的 小说话的电影 去改静一下 赤地之列 因为他拍不起来 现在他拍共 然后就是要在大陆 有唱歌 有没有拍的 但是那个是一个情节 很多所以很适合电影 对白很俐落 然后场景画面 几乎每个段描写都有画面 这样的 就会变成一个很好的 所以他觉得有点 他不喜欢 跟上诺 他会变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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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能不能适合 没有你来 我们来考试 请大家来 真的有 真的好 尽可能地把你能够记得 用数据的方式 把我们接下来放在这个地方 把它记下来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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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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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